各位老師齁 我們現在示範學生 右上角的那個ID 修改的方式齁 我們現在是一個老師 兩個學生 我們也是在雲教室的軟體 開啟後 右手邊這邊有一個ID排序 按下去齁 這邊有現有的ID排序 01 我們現在改的是 ST2的 要把它改成2的部分齁 一般這邊是全部的概念 所以你直接按開始 學生端就會出現號碼 這時候你在學生端的 電腦上面直接在打 他要的ID字 然後按確定鍵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雲教室這邊ID就會改變 這時候你按結束 就可以了